剛剛我們有蓋樓房了對不對 但是呢忘記把什麼 樓基加進來了 而且老師您看一下 當我在上面這邊 換到不同樓層的時候 有沒有就顯示 兩樓而已 三樓是沒有出現的 因為平常如果你要編輯 上面的樓層不會出現 點到三樓是三樓再跑出來 點到一樓就只看到一樓 這樣你比較好編輯 那如果呢你想要全部都出來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按右鍵 有沒有顯示所有樓層 這樣子不管你走到哪一樓 全部都會顯示 好全部都會顯示 那我們現在呢需要的就是說 要把樓梯加進來 我們這裡面有沒有一個樓梯的類別 好剛剛我們用過門跟窗 是會自動把牆壁打動 樓梯會把地板打動 請問老師樓梯要放在一樓 還是放在二樓 如果一樓到二樓的話 你覺得樓梯要放在一樓還是二樓 當然放一樓 對不對 放二樓就變成二樓到三樓 所以你就找一個你喜歡的樓梯 拉拉拉拉過來 好放開 有沒有一個樓梯就這樣走上來了 那當然你的方向 老實講啊其實我們在室內設計 樓梯還是真的是最佔空間 所以旋轉樓梯 老實說是比較 省空間的 好你看我這樣弄好了 我們回到二樓 你有沒有覺得它有挖洞挖好 還是你覺得地板還要自己流動 比較有成就感 了解嗎 所以這套軟體好玩就是說 它其實可以讓你很多的 製作上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 雖然我不會3D 也沒有學過3D 但是這樣子有沒有覺得 做出來也不會太陽春 成效是蠻不錯的 成效蠻不錯的 當然屋頂的做法啦 那些其實在我們這個上面 其實都還有寫 就是我有寫了很多 關於這一方面的教材 我有放在這裡面 這邊 樓中樓邪屋頂要怎麼做啊 您都可以參考看看 甚至呢像 在這邊喔 比如說你不見得只能做到室內的 還有做到戶外的 像您看到這個 然後往下往下 有沒有像這樣 你也可以做外面的 然後把那個 地圖的 平面圖拿出來 在上面蓋也不一樣 就是可以做蠻多的 好